这个女人演的片子不多,但每一部都是歪歪DS,特别适合深夜观看。 一个穿着黑色的女人游走在岛卧大街,片刻后,她出现在偏僻的酒吧内,红酒在杯,她却无心喝下。 斜对面的油头男,一眼就看到了这位美女,那围素的目光一直在人身上游走。 小美喉咙微动,红唇清起,显然注意到了这个让人浑身刺恼的目光。 不出几秒,男人就挪动到了小美身边。 其实两人是旧相识,油头男是有钱雇主,而小美是为其服务的职业杀手。 一番深入交流后,老板给了小美这次的任务,去刺杀一个叫做佐藤的男人。 在等待通知前,小美暂时住在老板为其准备的宾馆内,她把佐藤的照片盯在墙上,方便记住对方的模样。 按理说小美这么漂亮,干什么都能活得很好,但却偏偏走上了杀手这条不归路。 其实十年前,小美还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,男友阿明是射击场的工作人员,两人经常一起玩。 直到一天夜里,小美被几个混混盯上,为了保护女友,阿明奋不顾身冲上前去,结果被暴打一顿。 千军以发之际,阿明掏出了店里的手枪,可没想到连打两枪都是空袋,几个混混怒上心头,操起钢棍,将其活活打死。 小美为了报仇,拿着枪对准几人,不出意外,这枪里依旧没能放出子弹。 小美落入几个混混手中后,便被几人训练加改造,因为过程太漫长,小编替大家欣赏。 小美咬牙撑了过去,最后走上了杀手这条不归路。 到了现在,小美还是经常做噩梦,手枪是她唯一的保护伞,每次都要放在枕边。 被吓醒后,小美起床喝了罐饮料住面,正当她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,电话响了起来。 老板表示,目标还没有出现,让她放松一下,出去先观察观察地形。 小美轻装减刑,虽然裹得掩饰,但仍旧看到半秒身姿。 在逛一家射击商店时,员工小剑吸引了小美的注意,因为她长得十分像死去的阿明。 小美不知不觉跟在对方身后,甚至主动打起了招呼。 看到对方英姿飒爽的模样,小剑瞬间心动了,两人话越聊越多,小美还主动做起了示范。 末了,小美欲聚还迎,主动走了出去。 小剑在后面,一步一驱,两人像是玩起了捉迷藏游戏。 小美重回少女时代,穿着高跟鞋爬楼梯。 终于,小剑在操场上发现了小美,因为同心未免,她拿出手枪打了一发,结果小美直接晕倒在了地上。 这可把小剑吓坏了,她凑到跟前,才发现小美是在装死。 两人因为过于无聊,玩起了打扑克的游戏。 分别前,小剑死气掰拉要对方的电话号码,想要再续前缘。 但小美身份特殊,双方争执不下,小剑直接抢过了小美的包,看到了里面的真枪。 不过小剑没多想,还以为是玩具。 想着两个人爱好如此相同,小剑开心地打着滚离开了。 看到对方欢快的背影,小美笑了,她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。 但紧接着,噩梦再次袭来。 这个女人烈焰红唇,身材曼妙,可她却遭遇了非人对待。 三个混混联手,将其变成了职业杀手。 每次想到这些痛苦过往,小美会大喊淋漓,最后在梦中惊醒。 深夜,老板给出了任务,让她去酒吧一条街找人。 到了地方后,老板娘被小美的容貌吸引,主动上前攀谈。 两人欣赏了百合花后才不舍离开。 看到路边的电话亭,小美想起了小剑留给自己的电话。 她拨通之后又忍不住挂掉,毕竟两人不是一路人。 走进小巷子后,几个混混瞬间看中了小美,上前要动手动脚。 小美努力挣脱束缚,谁知没跑两步,便被混混抓了个正着。 眼看逃无可逃的时候,小美掏出了包里的手枪。 几个混混还以为那是玩具手枪,压根不放在心上。 还敞着大肚子让其扫射,小美见此只能给手枪上了膛。 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时候,一个陌生男人从天而降。 她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小混混。 就在扭头的一瞬间,小美认出男人便是任务目标,左藤。 就在这时,一个小混混想从后偷袭左藤。 小美下意识救了对方,随后两人在马路上狂逃。 左藤力气大,她拉着小美穿过大街小巷,颇有些亡命之旅的感觉。 小美拉着她回到了旅馆内,两人静默无言。 小美有些尴尬的解释,说我那把手枪是假的。 左藤没有说话,她抽了根烟,问小美接下来想干什么。 这话让小美有些慌,她努力保持镇定,感谢了对方的救命之恩,表示自己愿意以身相许。 可左藤拒绝了,她太困,只想好好睡一觉。 小美起身去了卫生间,她拿出手枪左思右想,还是决定完成老板的指标。 小美悄悄地回到房间,看到左藤已经熟睡。 她举起手枪,可无论如何都下不了手,于是换了个钢针,想要刺瞎对方的眼睛。 就在这时,左藤猛一睁眼,把小美吓得措手不及,两人变得尴尬起来。 结果,左藤竟主动要求对方杀了自己,但最后钢针掉落在地板上,两人也从争执到了释放自我。 这一夜过后,小美确信自己再一次恋爱了,她决定抛弃自己的杀手身份,可老板会放过她吗? 这个杀手令人闻风丧胆,因为她的名字叫做赤百利,这样一位日本顶级杀手,却意外邂逅了真爱。 那就是这次的任务目标,左藤。 在机缘巧合下,左藤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,并从里到外征服了小美。 她心生爱慕,不想杀掉左藤,选择了收拾行李离开这里。 临走前,她看了一眼左藤,最后决绝离去。 这个举动惹怒了油头老板,她开始四处追杀小美。 此时小美还不知情,她打电话约了一面之缘的小剑,打算好好告个别。 就在她走到地下车库时,小美隐约觉得有人跟踪。 果不其然,油头老板追了过来,她人还没下车,就开枪击中了小美腿部。 看到对方倒地不起,老板笑着下了车。 她没收了小美的枪支,随后将人拖到了车上。 关键时刻,小美用身上携带的钢针解决了对方。 老板直接一针毙命,此时小美已经腿部中弹。 虚弱之际,她一步步拖着打算离开,结果在车上发现了左藤的尸体。 她第一次敞开心非爱的男人,最终还是死于非命。 小美想到自己惨死的前男友,一瞬间心如刀割。 她颓废地躺在地上,天空适时地下起了大雨。 那一瞬间,小美想要一死了之,但小剑已经出门了。 想到不能毁约,小美拼尽力气坐上了出租车,让司机带她到约定地点。 雨越下越大,小美刚一下车就倒在地上,她撑住身子,一拳一拐地前进着。 隔着篮球网,小美看到了在雨中等候的小剑,可她已经发不出声音来。 小美看着人近在咫尺却不能靠近,于是心生一记。 她拼命把子弹装上膛,朝着空中开了一枪。 小剑终于注意到了来人,小美获救了。 这部电影是赤百丽老师早年的经典作品,虽然时隔几十年,但仍旧让人过目不忘,甚至成为不少人心中的经典之作。 1962年出生的赤百丽一经出道,就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。 她虽然参演的影片只有六部,但足以看出她演技出众,面对各路选手也是游刃有余,每种形态都各不一样。 是长在中国人审美上的岛国女星。 好了,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哦,点赞、订阅加关注。 我们下次见。